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世代真的是多灾多难 就在过去的几天中间 我们看到除了我们所面对的新冠疫情之外 我们听到了洪水泛滥的中国 虽然有很多消息没有官方报告 但是水灾的情况的确是一波接着一波 然后我们也知道加州的这一个山火的蔓延 从这个有一天晚上在雷电中之后 加州据说已经有300多处地方大火小火 整个湾区的这个空气都弥漫着烟味 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我们怎样神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帮助 我想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间 牧师有许多的信息已经分享给弟兄姐妹 那在今天我要带来给大家的信息 我是继续从撒末尔级上来思考 然而尽管在撒末尔级上讲述的是神国度的事情 但是也跟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环境有相当的关联 好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刚才威林弟兄已经给我们读了其中的一节主要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末尔级上24章 在这章的故事中间我们会看到大卫继续在旷野流浪的过程 有人就不禁问到说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大的篇幅来继续大卫的流浪 因为在圣经中间大卫是一个影子 他是指向了我们的救主基督 不但如此大卫是旧约神国度的君王 那位和神心意的王 所以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神国度的 The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度的运作的原则与方式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选择的题目是将自己 用大卫的话语来说 神说深冤在我 在新约中间是说深冤在我 我必报名 在大卫的生平中间 他所遭遇的 他将他自己交托给神 好我先读一下 先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上一次我们谈到大卫在旷野 有他的忠诚的朋友约拿丹来探望他 然后最后在神的保守之下 他逃脱了 逃脱了扫罗的追捕 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说 分成三段 今天的故事分成三段 就是大卫继续的被扫罗追杀 可是呢 今天在这个影机底的山洞里 大卫拒绝伤害扫罗 实际上故事在一到七节就已经 就是整个的这个行动 而今天的二十四章中间八到二十二节 大部分都是话语 都是对话 也就是在我们会看到说 大卫跟扫罗 来发出诉求 以及扫罗与大卫用对话 来表达他们之间 对彼此的认识 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 再一次让我们看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在旧约 启示我们去了解他心意的方式 就是不仅仅是借着行动 在行动背后 神反复的用圣经人物的话语 来表达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 所以他也借着旧约旧恩历史中间 人物的话语 向我们启示人物的内心 还有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 跟随他的人的期待 好在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继续的用你的话语 来造就我们 继续的使你的教会在地上 来聆听你的真道 主啊我们把我们所遭遇的 我们的环境 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一个充满着灾难 充满着不安的世代中间 我们可以眼目定睛在你自己身上 将我们的生命更多的交托给你 借着孩子的口 借着你自己的话语 借着圣灵的安慰 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国度中行事 如何盼望等候你 求你荣耀你自己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今天我们第一段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就看到在山洞 在隐积底的山洞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分成三段来看 第一段就是扫罗继续的巡索大卫 而大卫呢抓住机会 最后大卫成为反而反过来 去保护扫罗 好 隐积底 这个实际上在今天的 以色列是在死海西边 靠近这个以色列的马萨达 还有曾经发现死海古圈的 昆兰社区的一个国家公园 那隐积底这个词的意思 是这个小山洋的全员 是在这个 今天的这个时代 仍然是有许多的这个 全员和这个 一些的悬崖 所以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呢 牧羊人就带着羊群来这里休息 吃草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扫罗追赶非力士人回来 有人就告诉他说 大卫在隐积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间 挑选三千精兵 带领他们往野洋的磐石去 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故事的一开始 就接着我们上一次提到的 就是非力士人 侵占来进攻以色列的国度 所以大卫差一点被扫罗抓到的时候呢 就有探子从前线报急信给扫罗 说扫罗你得赶快回来 否则你的国度都不保了 扫罗就赶快呢 回去去打败 去打这个面对敌人非力士人 而今天紧接着这个事情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扫罗打败了非力士人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他打败了非力士人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故事中间我们就看见说 若扫罗还是非力士人还是在以色列 这个侵占国土的话 扫罗的国都不再存在 他有什么理由去继续追杀大卫 因为他自己的国都已经不在了 他也不用担心他的王位了 他要做的是捍卫他的王位 捍卫他自己的那个宝座 所以这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之所以他又还有精力继续追杀大卫 就是因为他的宝座 他觉得他的宝座已经坐稳了 那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是我们已经从上一次看到说 非力士人好像是大卫的敌人 但是神借着非力士人 让大卫可以逃脱扫罗的追捕 同样的扫罗打败了非力士人 扫罗可以说神与我同在 所以呢 我得胜打败敌人 有意思的是扫罗仍然去这个来追杀大卫 而在第二节我们就看说 他是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 继续去追杀大卫 所以让扫罗得胜的那一位上帝 也是让扫罗抓不到大卫的那一位神 所以我们不能够通过扫罗实际上 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间 我们不要犯扫罗一样的错误 就是他虽然打败了非力士人 但是并不表示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讨神喜悦的 特别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继续的刚硬他的心来去追杀大卫 同时我们在这里看见 追杀大卫的三千精兵 扫罗是有三千精兵 可是大卫自己呢 我们已经从上一次22章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卫跟随大卫的不错有勇士 但是呢 还有很多是那些叫受窘迫的 欠债的和心里苦恼的 就是在扫罗的国度中间 没有盼望的人 去来找大卫 所以大卫到这里 将近已经有600人 在23章 而扫罗却是有五倍于他的人 而且是精兵 那故事到了第三节就发生一个特别的转接 到了路旁的羊圈 在那里有洞 扫罗进去大姐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然后跟随的人对救大卫说 耶和卫曾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时候到了 大卫就起来 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间 是有着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首先第三节 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啊 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洞 扫罗就进去大姐 有的神学家就说 而他去大姐的这个地方呢 刚好是大卫和他的亲兵藏在的那个洞里 那有人就说 你要知道神 有时候说耶和华的日子到了 那对扫罗来说 今天这个时候是他的耶和华的日子到了 什么日子到了 就是他要面对上帝审判的日子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所追杀的那一位 就在他最这个 怎么说不方便的时候 他去他自己觉得方便 可是他实际上他却不知道 他是处于一个最窘迫的时候 会被被击杀的时候 而且呢 这个故事到这里 实际上 我不知道你读了以后 是否觉得有一些的上帝真的是很幽默 因为今天的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圣经中还有哪一个故事是提到说 发生的关键的时刻是在洞里大姐的时候 所以我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说慢下来你去读的时候就会好像是真的是 不知道心中怎么怎么想 就是说通常说有人小孩子 有人说小孩子去看电影的时候 经常小孩子 就小孩子去问 这个电影里的人物是需不需要这些超级英雄会不会上厕所 需不需要上厕所 那今天的这个故事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发生在扫罗在这个不方便的时候 在方便的时候 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真的是看到扫罗进去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 他是方便 但是古代的时候不像今天有抽水马洞 所以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他方便 那就有人守在洞外 而他自己呢 需要把他的这个作为国王 或者是作为这个战士的衣袍外袍要脱下来 可以方便他方便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 跟随大卫的人面对这个扫罗最软弱的时候 真的是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耶和华曾应许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待他 许多人听了这一个大卫的亲兵的话 就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对了 因为你看你的仇敌 是抵挡神的 大卫你是神是跟神神是将这个国度交给你的 今天呢你终于有机会在仇敌手上 在扫罗手上来报仇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一节这个跟随大卫的亲兵 对扫罗所对大卫所讲的话 却从来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 也就是说许多时候 这个哪怕是跟随大卫的人 他们知道说做事要听从神的旨意 大卫是神所拣选的 可是他们引用的 却是他们对神话语的了解 而不是神自己讲的话 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很奇怪 既然人 这个大卫的亲兵这么说 难道 怎么 怎么居然没有在圣经中出现 对 实际上在圣经中间 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以后会看 后面会继续来看新约是怎么谈到 你人该怎么对待仇敌 所以大卫呢 我们看到大卫听到他亲兵的怂恿 实际上大卫起来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捏了一把汗位扫罗 可是大卫却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悄悄的是阁下扫罗外袍的衣经 所以大卫没有听跟随人的建议 而大卫呢 却把他的衣经阁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看 大卫抓住了机会 但这个抓又没有抓住机会 因为他没有去反杀那一位 以他为仇敌的扫罗 那为什么 为什么就实际上在这个故事中间 大卫就跟他的亲兵的这个互动就非常动摇 因为大卫一割下这个扫罗的衣经之后 他就心中自责 然后呢 他就跟他 跟随他的人解释他为什么这样 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 扫罗起来之后呢 就从洞里出去行路 在这里我们真的是 再一次看到这位大卫的与众不同 他割下扫罗的衣经之后 不但没有觉得自己错过机会 再想去割可能已经割不到了 而不是的 反而他心中自责 因为他对扫罗 他没有把扫罗看成他的敌人 他对他的亲兵说什么 他说我的主 他对扫罗仍然是尊重为他的主 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你看扫罗以大卫为仇敌 可是大卫却知道扫罗是什么 是他的主 是他的君王 为什么是他的君王 是神所高立的君王 所以大卫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 他跟世界 就是他跟他的亲兵 有一个不同的看见 就是他知道 虽然扫罗把他当作仇敌 可是呢 扫罗依旧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就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所以他强调了两次 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不敢伸手害他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看到这个事情 虽然在人看来是大卫最好复仇的机会 可是对大卫来说 却是一个上帝借着这件事情来试炼他 所以他不但自己不去害扫罗 还拦阻跟随他的人 我有时候在想 为什么这些亲兵可以被他拦住 是不是这些亲兵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也看到大卫的这个领袖的这个风范 就是这些亲兵 就能够听从大卫的话 虽然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做事情 可是呢 大卫仍然是他们的所尊重的 所以大卫的话就可以拦阻他们 而扫罗起来之后就从洞里出去行路 在整个的这个故事中间 我们就看见 这故事到这里实际上基本上 行动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大卫的话语 才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核心 就是大卫没有把扫罗看成他的敌人 好我们接下来看 圣经奇妙的用大卫跟扫罗有更多的互动 来给我们看见这两个不同的 在神面前的两任君王 他们都不同 下面我们来看大卫就出来面对扫罗 随后大卫也起来 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 我主我王 扫罗回头观看 大卫就屈身 脸浮余地下拜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一直纳闷 我就说大卫既然放过扫罗也就罢了 然后呢拦阻他的亲兵 不要害这位要害他的扫罗也就罢了 大卫为什么一定要出来 然后呢去跟扫罗说我主我王 你要知道大卫在洞里的亲兵 最多也就五百人 可是外面的扫罗的精兵是多少 三千人 那扫罗你已经错过杀他的机会了 而扫罗来呢就是要杀你的 当扫罗出去的时候 你不出去暴露自己就罢了 你还专门出去来 你饶恕早了就说罢了 你还专门出去跟他说我主我王 所以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大卫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 来面对他跟扫罗的这个互动 大卫为什么出来要做这件事情 我想大卫一定有借着他的话语要表达一些事情 所以这也就让我们更加期待大卫要说什么 而且大卫说之前他对扫罗的态度是一致的 就是他在他的亲兵面前 他是说我的主 他对扫罗的时候 他也是尊称扫罗为我主我王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看到大卫从来没有说因为扫罗敌视他 他就把扫罗看成敌人 因为在他的心中 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所以大卫的陈述叫做不得不说的话 是实际上是我们今天了解这个整个的这段24章的核心 大卫对扫罗说什么 大卫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 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 耶和华将你的手将你交在我手里 有人叫我杀你 我却爱惜你说 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所以大卫一开始对扫罗所讲的话 是什么 就是当扫罗看见大卫从洞中出来 向他俯伏下拜之后 扫罗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我要杀的人居然在我刚才在洞里的时候 没有趁机杀我 扫罗还没有还在想这个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大卫却说了一句话说 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 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他先给扫罗一个委婉的劝告 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卫实际上一直知道 想要追杀他的不是扫罗的亲兵 而是扫罗自己 他不会被别人所左右的 可是他这样讲的时候 真的是他要面对面的 要真正的把他内心肺腑的 这个下面首要的话 要跟扫罗成名 所以在这里 你就看见说他下面再一次的 就把他手中 我们看他说什么 今日你亲眼在剑洞中 他把他的 刚才的 这个洞中出来这件事情 跟他没有去害扫罗这个连在一起 他就说什么 他说有人叫我杀你 我去爱惜你 神将你叫在我手中 我却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害你 所以他再一次讲了这句话 我不害我的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首要者 圣经反复重复的 在短短的一章中反复重途的 就是这章的核心 他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首高者 大卫接下来说什么 接下来他说 我的父啊 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的手中 我割下你的衣襟 没有杀你 你由此可以知道 我没有恶意叛逆你 你虽然猎取我的命 我却没有得罪你 你看到大卫再一次的强调 他对扫罗的尊重 他说我父啊 我们也知道大卫真的是跟扫罗的关系 极其的渊源 他不仅仅是那一个将 菲利 这个菲利士人哥利亚 打败的那一位勇士 他还是什么 扫罗的女婿 他在扫罗的亭 王庭中间服侍过扫罗 他为扫罗出去征战 所以他在说我父啊的时候 真的是怀着一种深情来真的是说 他想让告诉扫罗 他想与扫罗再一次有一个亲近的关系 说你看你的外袍 我都可以割下 但是我却没有杀你 你就知道你 我是没有背叛你 我也不会恶待你 你虽然猎取我的命 我却没有得罪你 所以大卫真的是把他的心掏出来 让扫罗可以面对他 他强调他以善报恶 所以大卫再一次 接下来他说什么 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 在你身上为我伸冤 我却不亲手加害你 古人有句俗话说 恶事出于恶人 我却不亲手加害你 大卫再一次这时候 他把神 耶和华神再一次的指出来说 求神判断是非 为我伸冤 然后他引用了一句俗语 他说这个恶事出于恶人的时候 有人说会不会这个 他是指扫罗 实际上大卫在这里讲的是要强调说 他不会借着他所做的事显明 他不是恶人 借着他所不愿意加害扫罗 显明他不是扫罗的敌人 哪怕扫罗这样追杀 这样子来巡索迫害他 他强调他做事的方式 显明他是扫罗的仆人 所以大卫强 用求神为他伸冤的时候 最后的十四节他说什么 十四十五节他说 以色列王出来要追捕谁呢 追赶谁呢 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 一只跳走就是了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 断定是非 并且见察 为我伸冤 救我脱离你的手 所以大卫最后又再一次的 你注意到把自己比喻成一条死狗 一个跳走 他再一次的要扫罗知道说 他真的从来不把自己说当成 从来没有要越主带袍的去杀害扫罗 取代扫罗 他也最后将耶和华神说 神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 这样一番发自肺腑的话 强调了他对扫罗的善意 强调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 可以将扫罗取而代之的那一个君王 取而代之的那一个敌人 他要做的是要表明 神在他们中间来断定是非 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这一番 滔自发自肺腑的话语 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为什么要讲这段话 当我仔细去读这段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大卫真的是 圣经让我们读到这一段话 就再次让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 尽管扫罗要害他 尽管大卫可能不相信扫罗 但是大卫从来没有敌视扫罗 这才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做事的方式 属神的人看待这个哪怕是那些对他们不不友善的 哪怕是去吹杀辱骂他的 像扫罗这里是追杀大卫 辱骂大卫 说耶稀的儿子等等 但是大卫却不侮辱 轻看扫罗自己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 在罗马书中就说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 听凭神怒 那听完大卫这一段 发自肺腑的跟他的岳父 跟他的君王扫罗的陈述之后 我们真的是看到扫罗的内心 第一次在他的这个冷酷 他的上这一段追杀大卫的 他的行为是越来越冷酷 我们知道他上一次杀了拿伯的整个祭司 85人 可是他终于他的良心开始呢 苏醒 他自责而大哭 他也跟大称大卫是公义的 我们来看他怎么 他的回应是什么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 扫罗就说 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就放声大哭 看见了吗 当你把当大卫把他的心掏出来 向扫罗臣民说 我主我王我父 王 的时候 扫罗自己他的良心也开始回应说 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这个是一个眼睁睁的事实 就是他要杀的那一位 曾经侍奉他 没有亏待过他的那一位 居然在他追杀他的时候 仍然不愿意伸手害他 所以他良心发现说 大放声大哭 虽然我们知道从人的角度 如果你还是刚硬的像扫罗 看到扫罗如果还是刚硬的话 想 我手上三千精兵 现在你躲在洞里 我知道你在哪了 我要去杀你怎么样 你不杀我 我可以杀你 可是 不管怎么样 扫罗是有良心的 他的良心有苏醒 虽然这个良心不能救他 我们会看见后面的事情 但是他的良心苏醒 他说 你比我公义 你以善待我 我却以恶待你 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 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 你却没有杀我 人若遇见仇敌 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 愿耶和华 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保 扫罗承认大卫的良善 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大卫手上的衣襟 大卫在他面前的谦卑 那大卫向他发自肺腑的陈述 让扫罗再一次想起了大卫与他同在的点点滴滴 大卫只从来都是跟随他 服侍他 善待他 荣耀他 尊荣他 所以他的良心坦诚说 你以善待我 我却以恶待你 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 你却没有杀我 所以他也用神 耶和华神说 用神的名说 愿神来报答你 然后二十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 我这里把它加了 这个underscore underline 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 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 现在你要指着 耶和华向我启示 不剪除我的后衣 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 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位想要为他的后衣来保住他的国位 而把那个任何取而代之的下一阵君王的威胁去掉的扫罗 终于在他良心苏醒的那一刻 坦诚的说我知道你必要做王 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 这也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这两任君王 前后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 就是看到说神借着大魏的敌人 或者不说大魏的敌人 而是追杀大魏的扫罗的口 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扫罗内心深处 他真身的还是知道大魏必会做王 这也从侧面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建立大魏的原因 那是不仅是从他的跟随他的人还是他的敌人都知道 而21节发生了一个奇妙的转折 转折是什么 就是扫罗他是现在是实际上他是有着这个 强兵 他是坐在宝座上 大魏是一个逃亡者 可是他却这里 扫罗他的这个内心的看见的时候 他却要说大魏啊 你要指着神向我启示 不检除我的后裔 在我父家不灭我的名 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上就看到说 在扫罗的心中 他以为 他以为 他以为就是凡是要做取而代之的 下面的那一位王 就会什么 就会把像世界的王一样 把前一任的王给的那个后代 全部叫叫做株连九族 扫罗的内心实际上还是一个 再一次让我们看见 他没不清楚神的国度 神的王位是怎样的 他以为神的王位是像世界的国度 世界的王一样 是什么 会把他前面的君王全部都杀害 可是大魏却我们知道说什么 大魏从来就没有 有这样的邪恶的心思 因为大魏 是与他的儿子约拿丹 互相立约过 大魏也从来不想报复扫罗 所以大魏就很 对大魏来说很容易 为什么 因为他 他要做的 在他眼中的这个君王 不是这样的君王 不是一个报复的君王 不是一个靠着革命 坐上王位的君王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在神的国度中间 神的王位 绝对不是什么 靠着武力来争取的 所以他就上扫罗启示 扫罗就回家去 而大魏就上山寨去了 大魏仍然不会轻易的相信 扫罗 但是大魏绝对不会 从人间的这个君王的角度 来去什么 来迫害 来报复上一任的君王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故事中间 我们就看见一个奇妙的事情 在这个 大魏与扫罗 在这个隐积底洞中的这个 相遇中间 我们看见说 有人说叫 扫罗是要杀大魏 但是他不能成 今天这个故事 我们看见说 他有一个方式 他不能成 就是他良心感动到一个地步 他内心看见 大魏必会坐网到一个地步 他都忘记了 他实际上是在军事上 在战这个 在武力上占优的那一方 他就不会去做 他也不能做 大魏呢 是能杀草罗 杀害草罗 但是大魏却什么 不要做 David could kill David Saul but he would not 为什么 因为大魏 是那一位以善圣恶的君王 大魏的国度 大魏的王位 跟扫罗的王位 有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做 所以在今天的 你说今天这个故事 要教导我们什么 我觉得有许多的功课 其中一个功课就是说 实际上基督教信仰 是一个新的宗教 关于人内新的宗教 我们谈到说 身冤在我 实际上 大魏 若是去杀草罗的话 实际上 不是 实际上就是 一种说 是一种报复 所以在基督教信仰中间 我们看见说 跟世界的宗教 有很大的不同 或者跟世界的哲学理论 有很大的不同 没有任何一个正确的时间 可以去做错误的事情 哪怕大魏受迫害 哪怕大魏被追杀 但是大魏可以不可以去杀害 去杀死扫罗 在人看来 是天赐的机会 可以去报复仇敌 可是大魏却说 杀死耶和华的受告者 是错误的事情 所以哪怕我是被他迫害的时候 我都不可以去杀他 所以对大魏来说 那个影机底的那个洞 就是扫罗大姐的那个洞 不是正确的时间 同样 没有一个错误的时间 可以去做正确的事 这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前面的那段话 就是说 大魏做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向扫罗臣民 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就是让扫罗知道 要跟扫罗能够建立起 不是建立起 而是说 他面对 让扫罗面对一件事情 大魏从来不要害他 所以他没有 他做这件事情 他不是 这个不是错误的时间 他正确的去面对扫罗 所以我们对比这两个人 对比这两任君王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没有重生的扫罗 他想弃恶从善 但是却无法自拔 今天的这一段故事中间 扫罗虽然良心发现 虽然他讲了许多的 大魏是 大魏没有 大魏已善待他 但是我们知道说 后面24章之后 扫罗有没有改变 悔改 有没有说大魏啊 神既然立你作王 我就不再追杀你 来 你跟我一同 我来 我们来安排一个 这个 连任的方式 怎么把以色列国 变得更加的强壮 怎么让我们的敬拜 更加的合乎神的心意 让以色列的百姓 更加熟悉神的律法 没有啊 扫罗之后 还是继续的 建立他自己的国度 以至于扫罗的儿子 还据后被他的将军所扶持 跟大魏加征战很久 所以他想弃恶从善 他良心虽然发现 可是他真正想改变的时候 他是无法自拔的 而大魏却不一样 他在 他因为他信靠神 所以呢 在今天他最窘迫的时候 他能够以善圣恶 而圣经最宝贵的 不仅仅是讲大魏 而是谈到大魏 实际上是指向耶稣基督 大魏是耶稣的一个影子 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故事中间 已经谈到说大魏是受高者 基督就是那最大的受高者 所以当我们说大魏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一个旧约的受高者 而他指向的是基督 在今天的这段故事中间 我们看见说 大魏在他的极端的窘迫中间 他的忍耐 显明了他的王位 他的国度是一个什么 公义的 没有 是公义的国度 所以在比如前书中 说谈到基督的时候 他说基督是没有犯罪 口里没有诡诈 同样 从第二个角度 我们看大魏指向基督 是谈到说 耶稣基督在这个 大魏在被害的时候 大魏没有去口出恶言 我们刚才已经反复看到 大魏是什么 言语完全良善的君王 他在私底下尊崇草罗 在这个面对草罗的时候 也仍然尊崇草罗 同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在被打被钉的时候 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这一次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看 让我们看见 大魏他要显明的是一个良善的君王 他不是那一个报复 说恶言的君王 而基督就是这样的君王 最后我们看大魏向基督 就是 他们说当这个 今天在这个影机底的洞 虽然是一个臭气熏天的洞 可是呢 这也是一个极其充满试探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要从来没有一个时间 就是像大魏这样这么容易的 以后你也会发现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就是说大魏可以就借着那个刀 快刀 他也不用自己出手 他可以就让他的亲兵去出手 来什么 把他所有以后的流亡岁月 都什么不要再流亡了 他就可以直接什么 登上宝座了 可是他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那么与这个王位 与那个宝座那么接近 可是他却居然就不做这件事情 而实际上 我们的主耶稣 他也是这样子的 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 耶稣怎么样 耶稣没有通过拜魔鬼 而登上这个世界的王位 没有通过拜魔鬼 而取得世界的荣耀 反而说什么 宁愿走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对 这个在彼得前书中说什么 主是什么 将自己不是交托给人 交托给洁净 交托给一些好像神给他机会 不是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耶稣基督必须要走十字架 才能够 什么 才能够真正获得那荣耀的观念 十字架在观眠一先 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说什么 他说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这是他在十字架上 讲的最后一句话 因为他的一生呢 就是这样 他要按照神的方式 遵循神的方式 来成就神的国度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也真的是来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跟随神 我们必须要学会将自己交托给神 而不是把很多的用错误的方式来达成神的国度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我们当跟随主的角动性 我们在遇到一切的灾难 一切的迫害 一切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学习将一切交给主 因为主是那一位掌管万有 必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就是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那一位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 来借着大卫 在影基底洞中的与扫罗的相遇 与扫罗的掏心肝的臣民 还有扫罗自己的回应 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看到 你的国度是怎样一个不同的国度 你不是要借着流血来建立的国度 相反 你是留你自己儿子的保血 牺牲的保血 十字架的保血 接着耶稣的奉献舍身而建立的国度 这跟世界上的国度是有怎样的不同啊 主我们谢谢你 你是那一位以公义温柔良善掌管万有的神 我们当我们在现在所遭遇的这一切的环境的恶化 我们就求助你帮助我们来更多的依靠你 更多的来交托自己给你 跟随你的教宗 来以善圣恶 来在这个世界中间 成为你光明的见证 谢谢主 求助你的保护 你的恩言 你的圣灵 继续的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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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